看一下这种土壤能不能种出来这个作物 大家看一下 这是把这种丘陵啊 用推土机推平以后 在这个地方建的大棚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的一个县 然后类似于这种半山区 把这个丘陵推平以后建大棚 比较多 但是我们刚才看这种土壤 实际上你是没法直接种种作物的 如果进行土壤改良 那么土壤的改良费用 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那么想在这种地方呢 我们做大棚种好作物 最省钱省工省力的方法 肯定就是不土栽培了 现在大棚正在建 整个大棚的占地面积啊 就大棚的实用面积 是50亩地左右 这里面呢大家看到了 全部采用我们做的那种 低成本的最简易化的 种植袋 无土栽培方法 这种种植袋里面的栽培机制 采用的是蚯蚓粪 然后呢再配上当地的刀壳 然后作为栽培机制 这边计划是到10月的上旬 就开始栽种了 50亩的大棚面积 栽种辣椒 黄瓜和番茄啊 三个品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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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